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 这个我们之后一定会再和你分享 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萨姆尔一起去到伯利恒 参与这位伟大君王蒙拣选的时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萨姆尔记上》第十六章 耶和华对萨姆尔说 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 你将膏油盛满了脚 我拆遣你往伯利恒人耶稀那里去 因为我在他种子之内 预定一个做王的 萨姆尔说 我怎能去呢 扫罗若听见 必要杀我 耶和华说 你可以带一只牛犊去 就说 我来是要向耶和华献祭 你要请耶稀来吃鸡肉 我就指示你所当行的事 我所指给你的人 你要告他 萨姆尔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到了伯利恒 那城里的长老 都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是为平安来的吗 他说 为平安来的 我是给耶和华献祭 你们当自节 来与我同吃鸡肉 萨姆尔就使耶稀和他种子自节 请他们来吃鸡肉 他们来的时候 萨姆尔看见以利亚 就心里说 耶和华的受高者 必定在他面前 耶和华却对萨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耶稀叫亚比拿达 从萨姆尔面前经过 萨姆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又叫沙玛 从萨姆尔面前经过 萨姆尔说 耶和华也不拣选他 耶稀叫他七个儿子 都从萨姆尔面前经过 萨姆尔说 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 萨姆尔对耶稀说 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他回答说 还有个小的 现在放羊 萨姆尔对耶稀说 你打发人 去叫他来 他若不来 我们必不作息 耶稀就打发人 去叫了他来 他面色光红 双目清秀 容貌俱美 耶和华说 这就是他 你起来高他 萨姆尔就用脚里的膏油 在他诸胸中高了他 从这日起 耶和华的灵 就大大感动大卫 萨姆尔起身回拉玛去了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 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 扰乱他 扫罗的臣仆对他说 现在有恶魔 从神那里来扰乱你 我们的主 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 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 等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你身上的时候 使他用手弹琴 你就好了 扫罗对臣仆说 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 善于弹琴的 带到我这里来 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 我曾见伯利恒人 耶稀的一个儿子 善于弹琴 是大有勇敢的战士 说话合宜 容貌俊美 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于是扫罗拆遣使者 去见耶稀 说 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 到我这里来 耶稀就把几个饼 和一匹带酒 并一只山羊羔 都驮在驴上 交给他儿子大卫 送于扫罗 大卫到了扫罗那里 就势力在扫罗面前 扫罗甚喜爱他 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 扫罗拆遣人去见耶稀 说 求你容大卫势力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 从神那里来的恶魔 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 大卫就拿琴 用手而谈 扫罗便舒畅爽快 恶魔离了他 感谢神 他所拣选的 不是看外表像不像领袖 而是单看他的内心 是否具备一位领袖 该有的特质 虽然大卫 是八个孩子中最小的 平常的工作 就是帮忙爸爸 照顾家里的羊 但是从接下来的章节中 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 大卫的善良 体贴 与他那单纯 依靠神的心 亲爱的朋友 在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里 也许你会觉得自己 并不特别出众 也不被别人看好 但请相信神 永远都是最了解你的神 他知道 你有一颗充满爱 与善良的心哦 相信他也已经拣选了你 就在那个专属于你的命定里 关于下半段中 所提到扫罗的部分 我们将会在明天的第十七章 继续与你分享更多的观点与眼光 邀请你一起来解开疑惑 千万别错过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爱我 明白我的心 求你带领我 走向那个专属于我的命定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祝福你在每天的话语中 看见神对你美好的心意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